爱恨情仇啊 其实不限于儿女私情 我们通俗地这样讲 有人会狭义地这么去理解 当然理解到这个的 已经很好了 代表他认为这些事很小的 因为很多人 一生当中都在这个当中 所谓红尘摆脱不出来 那除了男的女的 二人世界这点事之外 那么就是爱有大爱 无疆 情呢 有家国情怀 家国天下 也就是儒家所讲的修其之平 这个时代 有这种心的人不多了 能做这种事的 同样是不多了 因为社会环境所限 即使当官 人也没有这个心智 前面网友提出来 他说你这个人的七情六欲 到底应该应该放下 我们说欲 他当然 想要求 就会去 做 行为 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好与不好 附带的 其他的事情也都乱 其实我们早前也说过 如果单纯 我们理解错了 佛认为他 就如如不动 往那一坐 什么都不做 不造业 你看现在 官场是不是如此 不作为 全都是按照这个教条 然后解释权也在他们 你没办法 人家把着这个门 为不为 不对 过于 激进 过于情欲 也不对 就好像一个车 我们历史上有这种人物 修得好的 我们认为他好像是 寿愿进分 但是 他如果执着于这个寿愿进分 也不尽然 那就是执着心 有的人 只在乎踩刹车 老不乱做 那你该做的时候 不做 在七位不谋其政 你同样是 打罪 那你不该的时候 起人由天 妄论天下 那这个时候 你就偏左了吗 就激进了 多管闲事 那么还有一种 那就是 我们说的 认为是 虽然你放不下自我 放不下肉身 有的放下肉身 放不下灵魂 因为那个在主宰你 所以 有踩刹车的 有喜欢踩油门的 还有专门把握方向难的 有二者兼得的 但三者兼得的 太少 那就是圣人 所以呢 这个情欲 它本身也是人 所带来的生理 你可以讲 实质性也 但只取所需 不取所欲 不过度 我也不主动求 我也不 盲目拒绝 那就 虽然 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我本位 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放空自我 不要认为 我在做了什么好事 我做得很对 就应该你做 你不知道谁做 你人 身为肉身 就要有这些 人贵在情质 人无情 那就不是人了 如果你都是大情 那是神仙 天是有情的 天不是无情的 质 就你有个志向 往很长远 很宏大的 方向去发展 感谢观看